你要自己去认识吗 不 我就要你给我介绍 完了 来了两个美女 这个美女是谁 怎么这个也不认识 这个也不认识 这个也不认识 陈希希 给我带着奶茶 谢谢 哇塞 你来玩你还带个奶茶过来 这段铁里面给我开门 下面啊 那你怎么上来的 我给珍珍打了电话 陈希希 张子宁给你带着奶茶 珍珍 快去拿一点水果什么出来啊 兄弟们 家里面来了两个美女 这个子宁很多人认识的 真的的侄女 这个叫谁啊 这个是谁 这个陈希希 很多人也见过你 我们家很多粉丝关心你的 问我陈希希去哪里了 陈希希来了 要不要给她找一个中国老公 你刚刚不是点了一杯常温的奶茶吗 第一杯是冰的 第二杯是常温的 不够常温 也是冰的 然后她的表情就是这个态度 然后那个服务 那个人做奶茶的 那个人就搞了一杯很烫很烫的奶茶 泽姐 你这拿什么招待 这个什么辣椒 没有带你 当日生带你 用水果 用水果啊 刚刚在那个中国城 本来说要买水果没有买 是的买了菜 今天买菜要不要在我家吃饭 我上班了 你上班 请家吗 请不了家 老板娘离不开我了 早上 是老板娘离不开你 还是老板离不开你 老板娘 是老板娘啊 是老板娘还好一点 我说你要不要去中国 去啊 去啊 没有帅哥带怎么去 我带嘛 你是帅哥吗 我不是帅哥吗 我去了 我去了 你们中国 你别不给我介绍男朋友吗 拿个必须的啦 不要我介绍到时候很多人啊 是不是 肯定是真的啦 早死你 现在烧中班还是外班 中班 中班 早班 早班 外班烧不烧 没有 烧到十点 烧到十点 早上几点 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 中午休息 休息 休息几个小时啊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那可以啊 就一天就工作十一个小时吗 嗯 就吃饭的时间一个 呃 下午 四点去上班 四点到五点是吃饭的时间 哦 五点才开始上班 那整理完 咋的咋 你看现在此年还是这么的诚实 以前也这么诚实 就是比较呆纯的那一种 我不张纯了 啊 我不张纯了 你也呆纯 我现在没说你我是说子年 是不是因为子年在我以前在这里工作 现在我来说你 好你说吧 能不能你们都会说中国话 为什么你们就不说中国话呢 我听不懂啊 哈 他们俩叫我去拉 拉头发 我说 我自己可以弄 那边跟他白纯了 哎呀 那里 这不是他爸的衣服 不是我的衣服 哎 没事看不到的 你们两个人想两个事情 啊 你们去不去中国玩 去啊 去啊 我带你们去 我带你们去中国玩一玩女游一下 然后我也拍拍视频 行不行 嗯 然后顺便的话 如果云分到了 你们可以在中国找一个男朋友也行 找个老公也行 等他一种 我在等你给我介绍 等我介绍 不要我介绍的 我不做介绍 你要自己去认识嘛 不 我就要你给我介绍 完了 回去了 要回去了 这个还没有吃完 你要回去 不要 打包回去 那吃都吃不下了 你不拿了 我不拿 不拿 你们要上班了吗 对 快五顶了 一个一个一个 都带过去 不要 不要 走了 走了 改天来玩 骑电动车过来的 那请慢一点 好 下次带男朋友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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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啥 好 我说下次找个男朋友带过来 哈哈哈 刚刚我开玩笑和他们聊个人说了 说以后让他们去中国玩 你看他们去不去和他们聊一下 就是 以后我们结婚的时候 去是最好的 他们都有护照吧 有护照是吧 到时候 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让他给你做拜娘嘛 然后提前一段时间过来 然后我带他们去旅游一下 去中国开一看 是不是 哪肯定去 你也要去 我知道你要去啊 哈哈哈 就是你和他们说一下嘛 因为你去说的话不好说 然后我刚刚和他们开玩一下收了 然后你再和他们去聊一下嘛 都是你闺蜜 你侄女对不对 带他们去中国玩一玩 ok 和他们说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傻瓜 加了吗 你们是怎么样 带他们去中国 旅游拍一拍视频吗 我觉得也挺好的 是不是 嗯 嗯 陪我去玩 陪你去玩